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绿色革新拼下一代的幸福 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宏林 那我们今天主题呢是在谈到的是 环境资讯部的转型正后题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政府在照通过之后 预计在2010年会有一个环境资源部 那看起来好像是所有这个关心生态的民众 所期待的一个部会 但他是不是真的能如我们所期待的 在这整合的过程当中达到我们期待的一些效果 或者他可能面临更多的严峻的挑战 那今天我们两位来宾一位是绿党的发言人潘汉森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另外一位是我们彰化环保联盟的理事长 我们蔡佳阳蔡理事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首先是不是这个题目 我们就是先请这个理事长这边帮我们提一下 因为看起来环境资源部 我记得在我们在五六年前 在整个环境运动的过程 然后就是提到说要有一个更高位的一个部会 来做这样的整合 那好像就如我们所愿的是有了 但是真的就会这么顺利吗 对因为过去我们最诟病政府 就是所有的这些环境或是保育的业务 是分散在不同部门 现在整合起来了 看起来是不错但是政府在造最重要的是思想在造 因为你不管政府的组织怎么去变动或是整合 当这个主管或是整个公务员体系里面 他没有把环境或是整个保育的基本理念放在他的这种思维 他的所有的行政都是一个错误 都会变成演变成错误的 比如说我们最近今天会要通过台电的这种第七运输输电计划 通过两千三百多亿的这样的行费 但是他的所有的思维是在他那个系统里面去考虑的 他完全没有接纳说公民参与说 我们到底我们台湾的用电需求真的如台电所说的吗 那所以你在这个整个政府在施政的过程中 你不管环境资源部也好 他如果这个系统他是救官僚 或是他以自己推动帮财团 我们刚刚之前好几个题目都讲到 政府在为财团在找水找电 那这样的思维其实政府在造 即使有个环境资源部都还是在经济部下面 还在经建会或是我们未来所谓的那种主管 那种经济发展的下面是被压着 那我认为这一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需要改造 就是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应该要更大的调整 不然很多配套没有去做 我们虽然有一个部会 但是他等于是没有工具的一个行政体系 是这蛮重要的 我记得过去我们常开玩笑说 这个农委会或环保署其实是经济部所附设的单位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所关心的环境议题 这个逼了老半天 一年都不愿意召开一次会议 可是只要政府上面上位者 或者是工商大佬施压说马上要通过的案子 他们可以快马加鞭连夜 每天甚至偷偷的一直在开会 所以我们常会笑说这样的部会会不会就是 会不会环境资源部到最后还是一样是附属在 经济部这些开发单位底下 这个汉胜你自己怎么看待呢乐观吗 对这件事情呢 其实基本上我跟嘉阳的立场接近就是说 这是一件好事啦这个整合这些分散的职权是一件好事 但重要是一个思想的一个改造 那其实在过去曾经开过这个 国家的永续发展的一个大的会议的时候 就有决议说所有政府高层的官员 都应该要上这个某个时速的这个永续发展的教育 但是完全没有做 完全没有做这一批官员就下台了 现在又一批新的也上了 那到底我们的一个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究竟要怎么做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环境资源部起来了 那可是经济经济部 这个交通部这些大开发大破坏的部会 它还是存在的 也不可能消失的 所以其实需要一个行政院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级来做这个协调 那几十年前的话台湾有经济会的功能是很强的 所有大的开发案都要经过这里 那经济会也会真的是 比较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来看这件事情 那在组织再造这一次 他把它提升变成一个国家发展委员会 不是只有经济建设的 名字是改了 但是思想有没有改就非常重要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的一些开发案 真的必须在这个开发的单位 就要有这个环境的思考 那或者是国家发展委员会 这边要去把一些不必要的建设就排除掉 不要把战场全部弄到环平会 应该在国家发展委员会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决策 能够让民众参与 并且资讯公开的一个重要的场合 那我也认为说 其实一些重要法案是应该要 应该要去思考的 就是国土计划法 我们的所有环境保护 最终还是要落在这个土地利用上面 所以国土计划法 它就不应该只是放在内政部的层级 应该放在未来的国家发展委员会 让我们整个从国土就开始 做一个永续发展的思考 不过这个也是个为难 我们常常在看一个问题 有时候叫做不懂 就是无知 一种是知道了 但是因为某些利益 它还是非得要这么走 常常有时候 我相信在我们这个 这个荧幕前面的 这些所有的民众可能都知道这些状况 可他觉得就是要这么走 这个可能牵涉到 我们刚刚讲的整个政治的结构的问题 我还记得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在之前立法院在 炒这个西装到底脱不脱 然后为了这个部分可以贪玩意识 我觉得真的是够无聊 为什么所有的环保团体 只是告诉大家说冷气最合适的温度 就是设在26到28度 只要立法院的温度设在这里 我们真的不在意这些官员是穿泳裤 还是穿棉袄 这就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看起来好像整个大的人的思维的部分 并没有办法非常的理解 所以理事长你自己在看待 未来在这一年的整合会顺利吗 所以常讲说我们说环境有问题 其实环境是没有问题 都是人的脑袋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官员系统 如果他没有经过一个改造的思想 比如说他真的好好的去上过这些课 真的了解台湾的土地的 这些生命力在哪里 那我想这种改造部分 一定会有彼此官员之间的一些角力 或者是到最后 即使是环境资源部的部长 他可能是完全不懂得 这种环境的价值的 都有可能 因为这是政治任命的 都不是一个真正他 有这样的思维 有这样的气度去接这个位置 是所以这个虽然2012年 这个环境资源部才成立 不过我想这个部分 攸关到所有台湾永续环境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这个跟我们的前瞻座谈的名称一样 要拼下一代的幸福 显然这是一个 我们在2010年必须要去关心的事情 今天很谢谢我们两位的来宾 也谢谢我们荧幕机前面的朋友的收看 欢迎大家继续在支持我们前瞻座谈的 其他的题目谢谢